第二梯队 其实说的有些宽泛了 如果严格细分的话 New Balance Puma UE FX Rayback Cumbro Choma 等等品牌 在中国还是有明显的强弱之分 但尽管这几大品牌在中国的生意有大有小 但在今年年龄的困境却是一致的 奈克埃迪欲发强势 安他利宁迅速提升 这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国际运动品牌 最近在中国显得步履为奸 曾经 中国市场的运动品牌布局 是非常传统和稳酷的 奈克埃迪价位最高 品牌号照力最强 其次是彪马瑞德安布肉等二线品牌 价格略低整体而言 而非每一件单品 依靠着自己的资源和背景 依旧在消费者心目中 占据着名牌的地位 最后是价格低廉 品牌形象一般甚至较差的国产品牌 大家各自瞄准着各自的目标消费者 各自赚着各自的钱 但这几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这里已经成为了全球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市场 所有运动品牌都会想在这里 绝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顶端的奈克埃迪 凭借着自己最强的资源和最雄厚的资金 将产品线越做越广 随之而来的目标消费者人群也越来越大 于是生意随常传高 而国产品牌则是依靠着工厂端和供应链的优势 通过并不十分光彩的模仿手段发家致富 在低级别城市大幅度提升了营收能力 迅速发家致富 并且在他民族之后开始致融入 更多致力于用各种手段进行品牌建设 也在这几年收到成效 尤其是今年 所以最上头的在往下压 最下面的在向上顶 于是中间的这一批牌子 逐渐开始感受到了呼吸困难 中间的这批国外品牌 没有赖赫阿迪这样顶尖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组合 也没有国产品牌 在工厂端和渠道方面的天然优势 于是这几年虽然他们此起彼伏的在国内市场冒头 又过个字的好时光 但来到了2018年 他们需要投入更多才能有稳固住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我相信 之后的每一年 这些第二梯队的品牌 都会面临比今年更严格的考验 看年至今 标马和UA很明显都进入了调整期 前者在经历了三年 由YHANA和PLATFORM开创的好时光之后 及时重新拿出同级别的全新产品来刺激消费者 今年的慈威50周年半个不上不下 已经对品牌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品牌紧急提前老爹鞋的发售时间 力正不错过这一股热潮 UA则是几乎走在一条不归路上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有复苏的可能 别说赶上现在的运动时尚趋势了 就是稳固原有生意基础 UA都很危险 而曾经的第三大巨头 No Balance 虽然生意万额依旧不低 但在产品上已经连续两三年没有惊喜 面对着这产品 和营销上都大幅提升的安泰里宁 日子还真的是不好过 对第二梯队的国际品牌而言 他们是要开发并利用自己独有的优势 并抓住这个点无限放大 这一点和IDLike以及国产品牌是有所不同的 他们的优势太明显了 二线梯队的品牌 更多只能找到在树上的突破口 一次爆发或增长二到三年之后 再选新机会 比如彪马曾经利用好了 Yuan Hennig这个超级巨星 实现了业绩爆破 Yuan一度用自己在运动服方面的专业性和口碑 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而Izix更是依靠自大跑鞋的江湖传说 以及优质的跑步鞋 一直稳定着自己的生意 找到或者开发出这些细小的优势 并且放大并升高 这是二线国际品牌的生存之道 Umbro在中国重启为啥毫无声响 因为没有专注并提升自己在足球领域的竞争优势 反而是想通过低价简单的产品 来直接抢夺中国市场的生意范额 只专门就更不谈了 本身也没啥优势 不知道很久以后 2018年会不会被冠以星星元年的名号 这真是与众不同的一年 这真是与众不同的一年